吻天祥是哪个朝代的? 吻天祥,南宋末年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抗原明臣、民族英雄,宋李宗保佑四年,吻天祥重进士第一,成为状元,一度掌礼君契,因直言斥责宦官董宋臣,讥讽权向贾四道而遭到贬斥。 在三十七岁时自寝至世,得又元年,元君南下恭送,文天祥散尽家财,招募士族,被任命为浙溪、江东、治治史兼支平江府,随后升任幼丞相兼淑密史。 奉命与元君一和,因面斥元主帅伯延被拘留,于压戒北上途中逃归。 照下称帝后,文天祥因建策不被采纳而赴南建州聚兵抗原,终因氏孤立丹被击败,在五坡岭被俘,被囚达三年之久。 吕京威逼利诱,仍誓死不屈,不久后从容就义,终年四十七岁。